全国都很乖乖的听他的指令 走到哪里要戴口罩 晚上不可以去社交的时候 他自己晚上居然被人家拍照 不戴口罩去唱歌 去做应酬 你如何解释 坦白讲有一阵子谣传说 要到桃园选 重点是不要小看桃园相亲的水准 我回去的时候 大家跟我讲说凭什么 每次疫情发生都在桃园 这病毒是你送过来的 这是国门啊 偏禁管理的问题 那你凭什么 偏禁防疫 凭什么你这样子要来选桃园县长 我认为他最不可以考虑桃园县 说得太好了 吕富 真的 桃园人说 病毒都发 疫情都放在桃园 这个病毒是陈时中送来的 是啊 不管是谁送来的 防疫规定谁搞的 三家神医的破口是哪来的 你说今天犯云提案 那不是也陈时中准了吗 那不也陈时中准了吗 所以吕富化讲得很清楚 有一阵子他说 谣传 陈时中要到桃园县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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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这个电视上发的都很好看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这个CV4的同仁 他说 请大家不要小看桃园的水准 大家不是傻瓜 洞在桃园的念头 我回去的时候 大家都跟我说凭什么 凭什么陈时中来 每次疫情发生都在桃园 航空城要怎么进出管制 这病毒就是你陈时中送过来的 你把病毒送到桃园 凭什么你还觉得 你可以来选桃园 所以吕富总统告诉陈时中 不好意思 全台湾你都考虑 但你最好不要考虑桃园 夸号 下一句话可能是 否则你会死得很差 这种这么严重吗 坦白说全世界 防疫指挥官参选就只有台湾了 防疫指挥官哪有人 要不要心里在想选举 那哥说的这个也减准 疫情这么严重 人民健康多重要 就你心里还在想选举 对不对 然后还说 只要人选我一定辞职 那请问防疫不重要吗 那什么叫能选 现在对他来说好像 选举比较重要 他说只要我能选我一定辞职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指说 能选的前提是疫情搞定 看到曙光 还是说 如果党内没有人来跟我竞争 到底是哪个意思 如果说是党内没有人来跟我竞争 比如说林娇龙不来了 那我就立刻辞职 是这个意思吗 那疫情就算了 能选的能 是疫情趋缓我能选 还是没人跟我讲 所以我能选 对到底是哪一种 哪一种 坦白讲你作为防疫指挥官 当了两年多 那吕富主要就在批评他说 你知名度这么高 就是因为你 站着这个位置 对 你每天开记者会 然后你现在 那个利用人民 关心健康 关心防疫 所以你的知名度暴高 然后你就夹着这个知名度的旋风跑来选举 他是这样 全世界有哪个防疫指挥官这样干 确实是 其实认真说 哪有人这样干 美国的佛旗有可能去选吗 选吗 选总统了 太害怕了 你说佛旗知名度高不高 高得要命 当然 对不对 搞不好 人家被拴总统拴财米环都有机会 可是人家心无旁骛嘛 一心在想防疫嘛 所以你这句话 只能够有一种意思啦 不能跟林佳龙有关啦 谁要来跟你竞争那是两回事嘛 第一件事一定是说 疫情没有搞定 我不参选 对 这句话他要把它说死 你怎么好意思离开 对啊 这句话是很松动的 是很 你知道就是 让哥讲的没错 就是他是 他已经不是疫情搞定 是只要我能 可是我能的条件 不一定是疫情搞定 他这个能够选的意思 不就是说 如果中央帮我搞定 我能选 对 如果总统这个清点 或者是找到人替代 防疫指挥官 那就是我也能够选啦 我就走咯 所以疫情稳定 不再是看到曙光的唯一条件 应该这样 如果说防疫指挥官 找个替代人选 你就可以走 那表示你还是认为选举比较重要 是啊 当然 对不对 他这句话就已经是选举比较重要了 光是这样 就应该不要支持他了 你当然是防疫搞定你才能走 当然 哪里是说我找到替代人选 我就可以走 亮哥这个分析很 这完全不同意思 对 你听懂我意思 完全听懂 我比如说 这个缺很累啊 可是我有另外一个缺 我想去争取啊 只要单身广愿意接我这个缺 我就走了 对 不是这样吧 疫情搞定不再是唯一的前提了 是吗 不是了 你做那么久 没有人 没有人比你对疫情更熟了 对 那大家都把那个防疫能不能成功都指望在你身上 然后疫情还没搞定你就要走 香港昨天确诊超过6000人 韩国超过10万 南韩放弃10名次了 是吗 不10名次了 所以你现在又要开放商务课 未来一定会开放观光课 对不对 那几乎可以确定 你几乎可以确定这个感染人数一定会暴增 你不觉得这陈时中这是制作 因为Omicron 不认人的嘛 它的传染力就是这么大 你以为香港不怕 新加坡不怕 香港有一阵子也几乎好像没事了 2月1号看起来就没事了 突然之间就爆起来了嘛 新加坡也是嘛 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打两针的比例都比台湾高 当然 打第三针比例也很高 也比台湾高 对不对 那结果还是爆开了嘛 对不对 而且香港是中国hold着 对 中国那个防疫多可怕 对不对 所以你坦白说 你只要开放边境 人数一定上升的啦 我们随便讲好了啦 不过 如果单日确诊是数百人啦 那你好意思走啊 你的良心过得去啊 与病毒共存啊 拜托啦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良心的问题 这个考验你的良心啊 我讲白了啦 有这种东西吗 你确定 你确定有这种东西吗 没有那些转世改得多啊 他要算嘛 防疫指挥官有哪个国家 说他要选的啦 真的 没有嘛 没有这种例子嘛 所以吕秀莲 我觉得我们吕副 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嘛 就是 怎么会有防疫指挥官 在想要选举啦 而且竟然要到我桃园来 你开玩笑吧 因为他当过桃园县长 对啊 我都当桃园县长啊 所以他就说你桃园不用想啦 他是民进党少数 当桃园县长的时间旅步就是啊 是吧 所以其他地方他不好意思说啦 可是桃园县长他做过 对啊 所以他代表 而且他也是桃园人嘛 所以他代表桃园县长 讲这个话嘛 说防疫指挥官 你整个人想要双戏 你要想要来投赏啦 就是这个意思嘛 那整天都用防疫指挥官在那边 蹭你的知名度 对不对 然后用知名度就要来这边选 谁敢让我这种事情 你把桃园人当什么 他就是这点看不下去嘛 事实上我已经还加了一句话嘛 那你懂市政哦 对啊 你整天在搞疫调 你会有时间研究市政 我在重复你讲一句话 你跑过桃园大小乡镇吗 是嘛 你都要桃园你都会迷路啦 你选桃园 你去想啦 可是这样子不选桃园 他现在的意思就是 他好像哪里都可以的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一百代万用就对了 我事实上就是北部啦 北部双北桃园都可以 当然他第一支援是台北市啦 第一支援啦 轻轻松松不用跑 可是未来 因为这里面还有变数啦 因为我听说 陈亭飞 那个李让嘛 对不对 李让 郝伟哲嘛 李让 郝伟哲嘛 要还啊 要还林家隆 也不是还啊 就是让他们跑到五月 就安排嘛 跑到五月 你说台北啊 就是也是要比照陈亭飞 跟黄伟哲做一个参考民调 那时间是五月嘛 你说阿中跟阿隆 对对对对 那所谓的为什么是五月 五月的对陈思忠来讲 就是说疫情有没有好转嘛 对林家隆来讲就是 你跑跑看嘛 看你们民调如何嘛 五月会有一次 党内 那到底现在在党内 他们两个谁 陈思忠还是领先 小胜啦 小胜 还是小胜 小胜 对啦 可是 可是 因为林家隆就是 郑国会的老大嘛 当然 那新潮流当然是反对嘛 这里可以想象嘛 那陈思忠是因为之前 跟永元会 音系交情都不错 所以确实如果就 党内的力量 支持陈思忠的比较多 比较多 像说三比一啊 林家隆就只有郑国会 他又有音系又有郑国 是啊 可是这个当然是跟 这跟民调有关啦 就是这要看林家隆 自己的努力啦 说现在才二月嘛 你看我两个月可以冲 两个多月哦 是啊 那你就去努力嘛 那到五月的时候 再来看民调 因为陈思忠现在也走不掉啦 因为现在疫情不确定 太高嘛 对不对 所以本来民进党 就是把台北市的 提名放在最后 对 那我估计最后应该是 五月底 或六月初这样 六月差不多了啦 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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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 就是会做一次民调 剩不到半年投票 这个就等于是 给郑国会一个交代啦 说我不是没有给你机会哦 哦